陈小春和印才儿的婚姻经历了13年的风风雨雨,如今却传出离婚的消息。 让人惊讶的是,这次闹得沸沸扬扬的原因,竟然是陈小春在外面的风花雪月,还涉及到了私生子的事情。 这对明星夫妇的离婚传闻数不甚数,每每有风吹草动,印才儿总是第一时间出来澄清。 可这次印才儿却异常沉默,让大家开始怀疑这次离婚传闻的真实性。 那么真相究竟如何?根据内部人士的爆料,陈小春一直以来在外面玩得风生水起,只是表面上做得非常低调。 有时候活动主办方甚至会安排一些年轻漂亮的女孩子,让陈小春挑选。 尽管陈小春在公开场合表现得拒之门外,但一到夜晚他就会叫助理安排这些女孩子过来。 这次印才儿竟然亲自现场抓到了陈小春的出轨行为,怒气冲冲的提出离婚。 并要求带走两个儿子和全部财产。 其实陈小春并不是第一次被传出轨,他虽然不是典型的帅哥,但确实具备某种魅力。 加上多年的人脉和财富,吸引了不少女孩子想要接近。 娱乐圈中的传言称,陈小春心中最爱的并非妻子印才儿,而是张伯芝。 他甚至曾愿意做他的备胎长达五年。 陈小春与印才儿在娱乐圈中堪称一对令人艳险的夫妇,他们结婚多年,感情稳定。 然而许多人可能不知道,陈小春当年心中的中级女神竟然是张伯芝。 尽管曾发生过艳照门风波,但陈小春仍然坚定地支持张伯芝。 据传,独家记忆这首歌便是陈小春为张伯芝而唱的。 那时张伯芝身边男士众多,陈小春或许只是一个备选项,但他却乐意守护在他的身旁。 直到后来,张伯芝嫁给谢霆锋,陈小春才逐渐收回了自己的感情。 若要说张伯芝是陈小春的白月光,那么印才儿无疑是他生命中的太阳。 印才儿过去的态度一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只要陈小春不搞出私生子,他还可以接受。 但这次传闻中的私生子事件恐怕触碰了印才儿的底线,导致双方彻底撕破脸皮。 陈小春出于愧疚,选择了默不作声的近身出户。 然而目前这些丑闻还没有确到证据,毕竟陈小春在家中还有两个儿子需要照顾, 哪有闲暇去养私生子。 而且印才儿的个性火爆,要是真的发生这种事情,他怎么可能容忍? 再者,就在前不久,印才儿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与陈小春的恩爱照片, 庆祝两人结婚13周年。 因此关于明星离婚的这些流言蜚语,大家看看就好,不要清醒。 早上所述,虽然陈小春和印才儿这一对明星夫妇的离婚传闻层出不穷, 但在没有明确证据的情况下, 我们还是应该保持理智,不要过多的参与猜测。 毕竟他们的婚姻生活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无关, 只要他们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足够了。 正如印才儿曾经表示过的,他和陈小春之间的感情是坚不可摧的。 无论外界怎么评说,只要他们彼此相信,彼此支持,就能够走下去。 所以在此我们也希望,陈小春和印才儿的婚姻能够越来越好, 凿热化解外界的误解。 陈小春和印才儿无辜撒谎,陈小春和印才儿无辜地撒了谎, 事件引发诸多争议和谴责,随着事件的升级, 更多的细节浮出水面。 据传,张志玲经常在夜店与女性玩耍, 并与一些女性发生性关系。 这些细节遭到了媒体和网友的质疑和争论, 引发了明星和社会各界的争议。 在这种情况下,陈小春和印才儿也被卷入其中。 有网友发现,张志玲和陈小春有着密切的商业往来。 陈小春经常和张志玲一起出现在夜店, 印才儿也因为她是陈小春的妻子而受到牵连, 被指栽赃无辜。 对于陈小春和印才儿的参与, 部分网友并不诟病。 他们认为陈小春与张志玲只是商业关系, 无法左右张志玲的行为。 连印才儿都和陈小春离婚了, 也不应该为前夫的行为负责。 不过也有网友认为, 作为公民,陈小春和印才儿应该对自己的行为和态度 做出更加慎重的判断和决定, 以免卷入类似事件。 总的来说,张志玲的夜总会事件, 在娱乐圈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 陈小春和印才儿虽然没有直接卷入这起事件, 但他们的名字还是牵扯进来, 给他们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和压力。 我们希望这种情况尽快减少, 并提醒所有市民谨言慎行, 移民给自己和他人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私生子被报, 陈小春和印才儿真的要离婚, 多人选秀,尺度无底线。 陈小春与印才儿的婚姻经历了13年的风风雨雨, 如今却传出离婚的消息。 让人意外的是, 原来这次闹得沸沸扬扬的原因是, 陈小春在外面的风流运势, 私生子也牵扯进来了。 关于这对明星夫妻离婚的传闻数不甚数, 有时印才儿总是第一时间出面澄清, 但这一次印才儿却异常的沉默, 这让所有人都怀疑离婚传闻的真实性。 那么真相是什么? 据知情人透露, 陈小春在外线打得不错, 但表面上一直保持低调。 有时赛事组织人甚至会安排一些年轻漂亮的姑娘供陈小春挑选。 陈小春虽然在公共场合表现得令人反感, 但晚上他还是打电话给助理, 安排这些女孩过来。 这一次印才儿居然当场抓住了陈小春的出轨, 一怒之下提出离婚, 并要求带走自己的两个儿子和自己的所有财产。 其实这已经不是陈小春第一次被传出轨了, 虽然他不是典型的大帅哥, 但是他有一定的魅力, 再加上多年的人脉和财富, 吸引了很多想要接近他的女孩子。 娱乐圈流传着一个谣言, 陈小春最喜欢的不是他的妻子印才儿, 而是张伯芝, 他甚至愿意做他五年的备胎。 陈小春和印才儿是娱乐圈里令人羡慕的一对夫妻, 他们结婚多年,感情稳定。 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陈小春心中的终极女神其实是张伯芝。 尽管有色情丑闻, 陈小春仍然全力支持张伯芝。 相传《独家记忆》这首歌是陈小春唱给张伯芝听的。 那个时候张伯芝身边的男人很多, 陈小春或许只是一个选择, 但他愿意守在他身边。 直到张伯芝嫁了谢晴峰, 陈小春才逐渐收回感情。 如果说张伯芝是陈小春的白愿光, 那么印才儿无疑是他生命中的太阳。 印才儿过去的立场一直是视而不见, 视而不见。 只要陈小春没有私生子, 他都能接受。 而这次传闻中的私生子事件, 恐怕触及了印才儿的底线, 让双方彻底撕破脸皮。 出于愧疚, 陈小春选择了默默离家出走。 不过这些传言, 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 毕竟陈小春还有两个儿子要在家照顾, 哪有时间去抚养私生子。 而且印才儿性格火爆, 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 他怎么忍心? 而且不久前, 印才儿还在社交媒体上, 晒出了一张与陈小春的恩爱合影, 庆祝两人结婚13周年。 所以对于这些明星离婚传闻, 大家还是要看看不要相信。 综上所述, 虽然明星夫妻陈小春和印才儿 离婚的传闻层出不穷, 但我们还是要保持理性。 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 不要过度猜测, 毕竟他们的婚后生活, 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无关, 只要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就足够了。 正如印才儿曾经说的, 他和陈小春的关系牢不可破, 不管外界怎么说, 只要彼此信任, 互相支持, 就可以一直走下去。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希望, 陈小春和印才儿的婚姻越来越好, 外界的误解早日解除。